好 有了巫師與子彈 接下來我們要選一個 被打的 怪獸 我們來選 來選 我們來選 這一個 幽靈 把它取名叫 幽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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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來打擊幽靈 那這隻幽靈 我們再用工具列把它縮小一點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屬性這邊 幽靈是面向右邊 所以記得 目前幽靈的預設方向是向右邊 我們等一下是希望它向左邊 所以呢 我們要記得 等一下我們要讓它向左邊 好 我們先將幽靈移到一個固定的位置 好 移到這邊 好 好 當綠旗被點一下的時候 我們將幽靈移到這個位置 但是 我希望它面向左邊 所以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可以讓它面向左邊 好 我們可以來拉移這個 旋轉的方向 再把它調整成 左右 好 這樣子 是一種調整的方式 好 那 也有其他的調整方式 好 來 我們先來看其他的方式 好 調整到這邊之後 即時點在這裡 然後顯示 接下來 我要讓它 除了用這個調整以外 我也可以用程式 面向 左邊 然後 往左邊移動 我們來 練習 用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讓它 重複執行 然後 我們 用另外一種方式 移動的方式 來 就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Y座標不變 X軸一直改變 所以呢 好 這邊 我們要調整成 左右 的方向 這樣子 幽靈才會 面向 頭 才不會上下顛倒 我們接著 要讓幽靈 往這邊移動 我們可以利用 將S座標 改變的方式 也就是 在這個地方 Y軸不動 S座標 往左 所以呢 我們讓它 一次-5 好了 來 好 幽靈會一直一直 往左邊過去 就是Y座標一直捷舞 一直捷舞 Y座標一直捷舞的過去 好 這是一種方式 好 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可以 不用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把它直接 它原本是在這裡 我們可以用拉的方式 如果你是用手條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一樣也可以來執行 欸 效果是一樣的 只差在一個是用手條的方式 另外一個是用 加乘式的方式 好 這種方式 我們是都可以來 讓幽靈往左邊 直直的移動過去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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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